目前在静静道场,大家有个突破 这个突破大家要明白 我们不是突破数量 我们不追求数量 都不追求数量 突破什么呢? 突破我们的心力 突破我们的业障 突破这个东西 我们不追求数量 说谁一百,谁二百,谁三百 我们不追求这东西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你做好了准备 然后安安稳稳的修行 能达到多少算多少 能达到多少算多少 但是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另外呢 也建议啊 这个想突破的同修 最好呢 你是有一定基础了 比如说我们平时功课呢 不算太多 那么这些同修 那么这些同修建议啊 先修满了一年 那这家坚持一年以后 我们再去突破 因为我们有一部分同修呢 前一段时间突破以后 发现啊 突破完 身体疲惫 回家昏沉 有各种问题 所以呢 建议啊 这个突破呢 要有基础 有基础 我们有基础的这些统修啊 他们突破就很好 感觉到佛力加持 感觉到呢 境界提高 对佛法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佛法的修行 有更坚定的认识 坚定认识 境界提高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们同修啊 没有这个基础 一下突破 业障表现出来啊 有可能就会难受 啊 难受 啊 昏尘呀 各方面就出来了 那么 有一些精进的同修 啊 这个平时就比较精进 啊 拜十个餐 十五餐 二十餐 啊 这样的同修呢 啊 那么 到一定的量 一定的时间 自己准备好了 也可以使当于去突破突破 啊 突破呀 也以这个身心舒适为原则 啊 如果不不舒适 啊 就不要转了 啊 不要转 不要 就是当然要停下来 啊 停下来 我们不以追求数量为目标 啊 突破心力 突破我们的障碍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啊 大家要明白 另外呢 我们突破前啊 大家早睡 突破后呢 大家呢 啊 也可以玩起 啊 这个经过了解 经突破的这些同修啊 啊 都 啊 没有说 啊 累到不行了 往往是突破以后 身心舒适 啊 经济提高了